各位好 这里是追踪科技前的量子卫 我是如薇 听说最近呢 计算机安全领域又出大事了 有人在传说 RSA加密算法被破解了 实不相瞒 听到这个消息 我第一反应是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RSA加密 据我所知 可是连现在最强的超算都搞不定的东西 而且 RSA几乎是现在网络上应用最广泛的加密算法了 要是它真的被破解了 那我们现在用的微信支付 支付宝 还有一大堆网上银行 全都得扎岗 好家伙 这还得了 我专门去网上查了一遍 结果发现 还真有这么一家公司发现了RSA的漏洞 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RSA加密吧 这个东西是上世纪70年代 由麻省理工的几位专家提出的一种非对称加密算法 让人可以用公开的密钥来加密信息 然后用另一个隐藏的密钥来解密 而直到50年后的今天 RSA加密还是被广泛使用 尤其是银行业和互联网用户信息安全领域 用得非常非常多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们现在用一个假想的场景来说明一下 RSA加密是怎么运作的 假设有一对情侣 小红跟小绿 他们计划好了 周末要一起去酒店打双人成型 但是小红有个控制欲很强 很烦人的哥哥 他不让小红跟别的男生玩 而且更变态的是 他还是个黑客 动不动就要黑小红的手机 监控他的聊天记录 小红本来在酒店开好了房间 但是他担心 如果把房间号直接发给小绿 会被他的哥哥知道 那整个计划就毁了 那怎么办呢 没关系 小绿是学密码学的 他让小红把房间号用RSA加密发给自己 绕死他哥哥那个 而为了用RSA加密 小绿先得干一件事 制造密钥 他先随便找了两个质数 P跟Q 比如P等于11 Q等于19 他把这两个数相乘 得到一个成绩N 等于209 接着他把P跟Q两个数 各自减一 算出一个成绩R 等于180 有了R之后 他要找一个跟他互制的数E 而小绿选择了小红生日月份 7 由此一来 小绿就顺利制造出了一个 可以被人看见的公钥 但这个时候 加密还没有完成 他现在还需要制造一个 只有自己制造的私钥 D 对这个D的要求是 他跟E的成绩除以R 余数必须是1 算一下 D等于103 算出D之后 小绿把之前用到的PQR全部销毁 这样密钥就制造完成了 下面RSA加密正式开始 小绿先把公钥这两个数 发给小红 而小红呢 早就在跟小绿的深入交流中 学会了这套加密方法 所以秒懂 他之前定好的房间号是33 于是 他先算出33的E次方 然后再除以N 这样会得到一个余数C 等于22 他现在只需要把这个余数C 发回给小绿 而小绿呢 先算出这个C的D次方 然后再除以N 也会得到一个余数 而这个余数呢 就是小红的房间号了 在整个加密通话的过程里 两个人只发送了三个数 公钥 N和E 以及一个余数C 虽然整个加密过程 只有简单的加减称除和命运算 依然足够把小红Tag 耍得团端端 我觉得不行 如果小红Tag的变态程度 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也偷偷学会了RSA加密的话 那他有没有可能 根据能从小红手机里看到的信息 暴力破解出小红的房间号呢 其实是有的 他可以硬去把公钥N分解 先得到他的两个支音数 P跟Q 然后顺着刚才说过的运算过程 就能一步步的推出 小绿手里的私钥D 最后解除小红的房间号 但是我们刚刚讲的 毕竟是个故事 为了好算 选了一个比较小的N 209 而在现实的场景里呢 银行跟支付宝什么的 做RSA加密 用的N 可比209大多了 如果小红Tag看到的是 会有暴力破解的形式吗 要分解这个200多位的N 需要几万台计算机 算几个月才能得到答案 如果N的位数继续增加 破解的难度 还会成指数增长 现在银行用的N 可以达到617位 什么概念呢 就是即便你拿现在全球 最长的超级计算机来算 有生之年 你也看不到结果 那现在就得说回开头了 那条RSA被一家公司破解的传言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这家叫RAMPS的公司 是发现了RSA加密身上的 一个小漏洞 就是如果公钥N的两个因数 P跟Q太过接近的话 它们很容易被硬猜出来 而具体怎么猜 这个方法其实是379年前 有大数学家费马提出来的 费马说 既然两个数很接近 那它们的差应该很小 我感觉这句话既然是费马说的 它应该很有价值吧 费马接着说呀 利用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算出这个P跟Q 具体的做法是 我们先假设 有两个数A跟B A等于P跟Q的平均数 B等于PQ之差的一半 所以呢 P就等于A加B Q等于A减B 再用我们初中学后的平方差公式处理一下 N就等于P乘Q 也就是A方减B方 而A方就等于N加B方 这个数要比N大 前面费马说了 既然P跟Q很接近 那两者的差就应该很小 而B作为它们只差一半 应该更小 既然B不大 A和N的平方根就应该非常接近 而又因为P跟Q都是奇数 所以A和B必定都是整数 那我们现在就和N的平方根 开始一个个式就行了 举个例子 这里有一个不太安全的N 27263 我们先算出这个数的平方根 大概是165.12 那我们现在不如就假设A是166 A如果是166的话 B方呢 等于293 但是293不可能是一个整数的平方 所以这个数呢 就pass了 那如果A等于167呢 那B方就等于626 这个B也不是一个整数 那就再次pass掉 这次我们假设A等于160 那么B方就等于961 开方算出来 B等于19 是一个整数 所以现在我们就有了A跟B的具体数值 再把它们带回到前面的公式里 就可以得到P等于199 Q等于137 如此一来 27263这个N就被破解了 有了这个结果 以后凡是余暖用27263做N的 无论加密密要易之多少 都可以轻松反推出解密密要D 所以RSA身上的漏洞 指的就是这个P跟Q过分接近的情形 只不过啊 这个RAMPS公司找到的 也只是这一个漏洞 而不是针对RSA加密的通用破解方法 在实际情况下 银行什么的生成密要 是会极力避免这个漏洞出现的 数学家们说 判断RSA加密密要安全与否的标准是 P跟Q的差 是否小于N的四次方根 而现实中呢 N一半都很大 之前我们说过了 银行现在用的N已经617位了 对于这个N 漏洞发生的概率是10的3084分分之1 RAMPS也只是在一些打印机和邮件的加密测试里 发现了这个漏洞 他们也已经把这个漏洞给上报上去了 所以目前RSA加密还是足够安全的 但是未来会怎么样呢 我们说一般的超算对付不了RSA 但是如果量子计算机有了突破 它有可能会把RSA加密给干掉吗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1994年的时候 美国数学家秀尔 曾经提出了一种 吊炸天的量子计算算法 对于一般的计算机而言 N的位数每增加1位 破解它的难度都会成指数上升 而这个秀尔的算法 可以把指数上升的难度 压到跟N位数的平方成正比 量子算法是屌 但问题是 现在在量子计算机的性能实在太差 2001年的时候 IBM曾经在自己的量子计算机上 用秀尔算法搞一次因素分解 成功把15分解成了3成5 然后科技在发展迟在的进步 2019年的时候 IBM想用自己最新的量子计算机 分解一下35 结果失败了 这么说吧 如果要分解现在银行用的那个N 至少需要600个量子比特的量子计算机 然而现在谷歌最新的量子计算机 也只不过有53个量子比特 所以说 在可见的未来里 RCA加密都会继续保持安全 如果哪天你真的听到消息 说RCA加密上法被破解了 请不用担心 那不是你的银行账户被人敲开的 而是量子计算的大门 被人敲开了 OK 本期节目就到这了 各位看完视频的小伙伴别忘了点赞关注留个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